魏英,我给你抹些药,蓝忘机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盒子,抹什么药?魏无羡问,试试蓝忘机吞吞吐吐也没说出口,魏无羡看蓝忘机有口难开的样子,大概也猜到是什么药了,拿来我自己看。 蓝忘机把盒子递给了魏无羡,魏无羡打开,只见盒子里放着两瓶颜色不同的药,一个黄色,一个白色,蓝湛,你从哪弄的这种药?魏无羡有些生气,觉得蓝忘机向别人要这种药不是告诉人家他俩已经。 兄长,大哥从哪弄的?杨姑娘,这要是你去找大哥要的?否,兄长赠的,蓝忘机便把蓝熙辰赠要的事说了一遍,昨天从雅士出来,蓝熙辰便叫住了他,忘机,等一下,兄长有事。 忘机,你与阿县日日同处一事,你俩有没有有没有?虽然是亲兄弟,但在一起讨论此事,还是非常些尴尬。 蓝忘机的脸顿时就红了,想说没有但有为蓝是家训,所以避而不打。 蓝熙辰一看蓝忘机的表情,就知道,肯定是有,然后轻轻一笑,忘机,我并非窥探你二人隐私,只是你二人毕竟同为男子,所以这药药对于你们来说,应当有用蓝熙辰把药盒塞到蓝忘机手中也快不离开了。 话说,这要是杨雪儿调配的,杨雪儿从未无限走路的姿势就看出来了,所以,她才这么善解人意地配了两瓶药,由于无法说出口,才把用法写在了纸上,又尴尬地交于了蓝熙辰,而蓝熙辰又尴尬地交给了蓝忘机。 听蓝忘机说完,魏无限用,被子蒙住了头,我以后没脸见人了,蓝忘机也觉得有些羞愧,毕竟二人还未成婚,魏英,都是我的错,我先给你抹些药,不要,我不要,你把药还给大哥,就说,我们之间什么也未发生,他都不知道,如果这样真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了。 魏英,兄长已经知道了蓝忘机,只能如实回答。 什么?大哥已经知道了,那是不是叔父也知道了魏无限觉得要羞愤死了? 蓝忘机,没有,兄长猜的,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? 魏无限从被子里伸出头来。 当年,藏书阁当年,藏书阁,魏无限所说的话,一字一句蓝忘机都记在心里。 魏无限想了想当年在藏书阁给蓝忘机看春宫图,蓝忘机生气,他好像是说过这种事,也要羞羞骂这种话,辩解道,可是现在我俩不是还未成婚吗? 何况,我那时只是说说而已。 魏英,你昨天已入蓝室,祖谱并拜见了长辈。 相当于蓝室已经承认我们的道理关系,我俩无论做什么,都是理所应当的。 蓝忘机也有一本正经套路魏无限的时候。 是这样吗? 是,那你把药放下,我自己来,二人收拾好走出境室,已经过了晌午了。 魏无限怕被别人发现,二人偷偷地去了彩衣镇。 魏无限每天起的晚在云深不知处是人尽皆知的,他从未遵守过亥时兮,卯时起的家训。 因为蓝忘机是仙都,他人也不说什么,蓝起人也是睁之眼闭之眼。 而蓝忘机现在也只做到了卯时起,似乎这亥时兮只适用于那些未成婚之人。 魏无限和蓝忘机二人到了彩衣镇,他们先来到上次等温宁的酒楼, 要了几个魏无限喜欢吃的辣菜和一坛天子笑,酒足饭饱。 魏无限拉着蓝忘机开始在街上闲逛,离开了云深不知处,魏无限就像龙龟海, 鸟入林欢快地穿梭在彩衣镇的街道上,摸摸这个摸摸那个, 而蓝忘机一直在他身后保持一丈的距离。 只见魏无限从卖面具的摊位上拿了一个小兔子面具戴在脸上, 故意突然出现在蓝忘机的面前,蓝忘机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他, 自然也看到了他的动作,但为了让他高兴,蓝忘机故作稍稍被吓到的样子。 果然魏无限高兴地摘掉面具冲着蓝忘机如沐春风一般的一笑, 蓝湛,你被吓到了。 哈哈,嗯,蓝忘机顺着他说, 你开心便好,看到你如此开心,又像回到了以前在坛中你拿着鬼面具吓我的时候, 那个时候你试得多么肆意潇洒,天真无忧,往后余生, 定要护你还像以前那样平安喜乐。 蓝湛,你看这个小兔子面具这么可爱,我们把它买下吧。 好蓝忘机的嘴角眼角都戴着微微的暖意, 而此时魏无限的眉眼笑得更弯了。 蓝湛,你看那有卖枇杷的,我们来的正是时节,我们去买些枇杷吃, 好,无论魏无限说什么,蓝忘机都带着不可查的微笑回一个好。 魏无限拉着蓝忘机的手来到卖枇杷的小姑娘跟前, 小姐姐,枇杷怎么卖? 二位公子,二两银子一筐卖枇杷的小姑娘看到两人眼前一亮, 以前从未见过如此俊俏的公子。 枇杷甜吗? 魏无限又问。 这位公子,我这枇杷都是今天刚摘的,又新鲜又甜,不信你可以尝尝。 魏无限拿起一个枇杷包开地道蓝忘机的嘴边,蓝湛,你尝尝。 蓝忘机张开口吃下魏无限亲自包的枇杷,嗡甜。 也不知是枇杷真甜还是魏无限亲自喂的甜, 蓝忘机说完拿出钱袋,递给卖枇杷的小姑娘一两银子。 谢谢二位,公子小姑娘说完还不忘冲魏无限微微一笑。 蓝忘机拿起枇杷头也不回地走了,一看就是吃醋了。 魏无限一看蓝忘机走了,赶紧微微点头以示礼貌,追蓝忘机去了。 幸亏有乾坤带,否则魏无限一会儿买这一会儿买那, 蓝忘机一个人可无法拿,逛了半天彩衣镇, 快到天黑的时候,二人才来到福元阁。 温宁看到他们二人进来,忙迎了上曲, 公子,蓝二公子,你们来了,温宁,最近生意如何? 没想到魏无限也有关心生意的时候。 公子,声很好温宁一字一句地回答。 蓝忘机从乾坤秀里拿出魏无限制好的符咒和几个风鞋盘, 平时这些都是由思锥和景仪负责送到福元阁, 而这次他俩出来正好就一块送来了。 温宁,你记着些看人们对我们福元阁有什么意见, 我们要及时改进,还要注意购买之人有什么可疑之处, 魏无限很是担心心怀不轨之人捣乱。 公子,什么算是可疑之处? 温宁木讷地问,比如有谁大量购买咱们的商品, 购买量大的一定要登记好他们的姓名和所属宗门, 并记下购买人的样貌特征,或是听到其他仙门的一些消息, 也要及时告知私追货景仪, 还有隔壁的医药堂,也要住一些, 没事的时候可以去那边转转, 看看纯儿姑娘是否有什么需要的帮忙的。 魏无限说了这么多, 其实最主要的是想表达最后一句, 他想让温宁多与纯儿多多接触, 说不定还能成就一段佳话。 知道了,公子,温宁现在白天在店里帮忙, 有时还会去隔壁帮忙, 还能时常见到私追, 有时私追景仪,去夜列还会叫上他, 日子过得又充实又满足。 蓝湛,我们去后院休息会儿吧, 我累了逛了半年的彩衣镇, 魏无限又无灵力傍身, 很容易疲累。 好二人说完,并肩往后院走去, 温宁紧随其后。